长腿欧巴又来了 10月18日 韩国人气艺人李敏浩再度来到中国 出席其大演的品牌在青岛举办的发布活动 欧巴虽然频繁亮相中国 但其人气依旧不见 更多次引爆活动现场 值得一提的是 李敏浩从议以前的足球运动员身份 一直比较神秘 从未在综艺节目和公开场合秀国球技 当天发布会 主办方也是特地安排了 九宫隔替足球环节 幸运粉丝还被抽到台上 与欧巴一起踢球 现场李欧巴也是颇为脸相细域的 为粉丝出脚相助 这也难怪女粉丝激动到 所抱不够更借机抢吻了 哦哟哟 我说欧巴 你的魅力还真心无法阻挡哦 现场更有粉丝上台与李敏浩 一起还原广告片段 看着粉丝一路追着小跑的情景 不得不感叹一句 画面太美 欧巴真是厌浮不浅哦 从小就如此帅气迷人的 常推欧巴小时候念书的时候 会不会被老师和同学们优待呢 一向以高富帅形象 是能李敏浩前不久节拍电影江南1970 造型可谓完全颠覆 但从海报就能看出 高富帅的欧巴化身荧幕硬汗 浑身泥泞脸上血迹斑斑 在大狱中十分的狼狈 活动现场李敏浩也坦言 拍戏时脚趾头曾受伤 这欧巴刚还踢了足球 粉丝看了这还不心疼死吗 我身体的尾巴尔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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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尾巴尔的 中心娱乐整理报道